各位朋友 你們好 今次拍這段影片 因為今天做完事 現在已經很晚了 看看我的影片的留言 多謝朋友的支持 因為有很多 兩條影片加上百條留言 我都看完 為何會拍這段影片 因為有兩位朋友 我必須要回應 首先我選擇一件事 今次的背景 是我在YouTube頻道後台看到的情況 首先我要說一件事 就是我的影片 其實都有95% 97%以上的賺好率 很多都是100% 因為我要說說 我所說的 其實我的影片 不是和別人鬥氣的影片 不是隨便說的影片 如果我是用我自己本身的知識 去用這些頻道去賺錢 應該會吸引到大量的 看娛樂的觀眾朋友過來 我不是靠這條頻道賺錢 我才聲明一下 所以我所說的 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做一條影片 因為大家都看到 它是一條影片出來 我再看過自己有沒有說錯 那些東西 之後我才會做好 整條完整的影片出去 在這條影片裡 主要是回應兩位觀眾的朋友 都是關乎濟州島 留在這條河太 不是河太 這位是河太 不是河太 或者我下一條影片再講一講 那位河太 有位觀眾說 錯誤等於失誤 我就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因為其實我都很想理解一下 這五強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什麼叫錯誤等於失誤 其實錯誤即是真的錯了 即是你做錯事 失誤就不是了 例如我舉個例子 一個是謀殺 一個是誤殺 一個是誤殺 這麼簡單 其實你失誤即是等於誤殺 謀殺即是等於錯誤 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即是你蓄意謀殺 你專門去弄死那個人 誤殺就是不小心弄死那個人 其實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或者我可能解釋了這位觀眾 或者這位觀眾朋友的留言 可能代表其他東西 我就不太知道 因為可能是潮語 都未定 我不太知道 下一位觀眾朋友 比較重要 因為他 那位觀眾朋友 就是叫Louis Chan 大家在留言區那裡都看到 這位Louis Chan的朋友 就說他是當事人的朋友 他不知道是哪位當事人的朋友 到底是女士的當事人的朋友 還是他老公是當事人的朋友 還是他一批當事人的朋友 或者他沒有解釋 就任由他過去 他就說 那個事件 六大狀說叫不給錢 就是對的 還有裏面有一件事 就說 劉太沒有拍到別人拿去看 然後就說 最後就說 有很多裏面內容 就是要多一點了解才再說 好了 我真的要回應他 因為為什麼呢 我也很感謝這位Louis的朋友 如果他真的是當事人的朋友 都很信任 在這裏的留言 和留言都很文質奔奔 你看到是很有禮貌 說出他的意見 我也很感謝他在這裏 發表這麼信任的意見 首先我要回應 首先我要先知聲明 不好意思各位朋友 我要先知聲明 我所說的東西 就是我的見解 和我認知的對錯 當然我不會和任何人吵架 如果真的想挑戰小弟的話 你贏了 你就去隔壁台繼續喊 因為我覺得吵架是沒有用 好 我先回應這位Louis的朋友 首先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全部的觀眾 包括我自己在內 包括現在看這條影片的觀眾朋友在內 包括之前看我的影片的觀眾在內 其實都是在看東章那裏的資訊 首先我回應 東章那裏的資訊 我之前的影片已經說過 因為經過剪接 所以有時我們是接收不到 裡面到底內部是怎樣 而且那條影片已經是最少幾日前 是吧 好了 這些影片出來的時候 我們所有觀眾朋友 都透過東章那裏一聽 就已經知道 東章所表達的意思 就是我們香港人 就是做錯事在外國 是吧 你一操堂拍照 首先一個正常人想的事 想的事就是 就算他 如果是好的方 即是比較輕的那方面 就算他沒有拍到裸體也好 你在操堂裏面拍照 如果在說有個磁水那個位 有個浴池那個位 拍照你已經是錯的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肯定是會影響我們香港的影響 那麼我們香港 即是身為住在香港的香港人 就一定會生氣的 這件事肯定的 那麼 這些東西我就希望 Louis 你就要知道 就是 為何那麼多觀眾 去捧場去看我的影片 因為我是真的 站在我的立場 我真的會把我的感受 是會講出去 因為本身我是從上正義的 你做錯事就做錯事 你做錯事 不可以用任何的方法 去掩飾你做錯事 這件事錯了就錯 錯了就錯 被人罵被人譴責就一定 這是一個 我的認知裏面的心態是這樣 好 然後第二件事 你說裏面 這位劉太 是沒有拍到別人裸體 好了 我們身為觀眾 就很奇怪 如果他沒有拍到別人裸體 那為什麼又會被人 抓了回去 被人抓了回去 那麼奇怪 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這位Louis的朋友 就是說 這個劉太 就拍了一個 這個詞 中間有一個人頭仔 很小 好了 你都會說那個詞 正常人想到水是透明的 樣子是樣子 你都會看到那個女性的身體 是不是 好了 你說見不到女性身體 我就開始有些質疑 質疑 質疑是什麼呢 為什麼Louis 你這麼肯定他沒有拍到裸體 那你是不是看過那些照片 就是他是不是有傳出來給你 這也是構成我上一段影片所說的 你是不是有傳播出來的照片 就是這位劉太 如果他沒有傳播過 你又怎麼知道他沒有拍到那些照片 那麼奇怪 我們正常人都知道 正常人都會想他 會不會是傳出來 傳過出來 那你是不是 什麼 如果他真的沒有拍到裸體 又未至於這麼大件事 是不是 好了 接著第三件事 我要回應 就是 你說六大狀 沒有說錯 那六大狀 我上一段影片已經說過 我很欣賞他 因為 他能夠抽他的時間 能夠 在電視機的畫面那裡 你知道一個律師 說他收入不非 他願意用他的時間 去跟別人分享他的意見 你說是否值得尊重 所以我很欣賞他 你說他沒錯 到底內情是什麼 我在這裡想強一強調 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你付錢給那個事主的時候 上一段影片我已經說了 就是免除了後面那樣 文事索償的事情 好了 那你是不是有些內情 在東章那裡沒有說出來 是不是 就是在東章那裡 一直都是 就是他的老公說 那個是騙局 甚至乎 Louis 你都說是一個騙局 對不對 到底這個騙局發生了什麼事 在我的認知裡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付錢給別人 首先要確定別人的身份 好了 你在留言裡也說 對方收款的身份 就是家人 分幾個戶口 這些在東章上也有說 對不對 但是我們付錢就不是這樣 你一個正常人付錢 就不是就這樣進去戶口口說 就這樣 或者是靠訊息那裡 不會這樣 通常你如果付錢 一定有第三方的法證人 第三方的法證人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 譬如你在韓國的話 你可以約那個事主 即是受害者 現在暫時當他是受害者 你約了他過去 一定去過Police Station 即是那些警察的地方 最簡單的了 如果他現在有些華人之家 甚至乎中國大使館幫忙 是不是 你就約他去大使館 這些就是第三方的證人 在有證人之下 或者是警察見證之下 你是付款 然後簽了紙 那張紙上面 全部是有了這件事發生的情況 他不再追究聲明 還有就是對方的住址 電話號碼 名字 ID號碼 全部有了 即是你自己的 即是劉太的資料 全部都齊了 這樣才是為之一個叫做 你去付錢 不是就這樣進入戶口 大哥 是不是 這件事 就是希望我可以解釋到 給Louis 我補充就是 Louis 你剛才所說的問題 應該我已經回應了你了 希望各位朋友都是 如果我所說的事是有失誤的話 都歡迎大家提點 因為一個人沒有完美 雖然我心思熟慮去講 但有時可能太累都會說錯話 即是每人都會犯錯 都不妨歡迎大家指證 我會去改良 即是如果錯了會改良 因為我是一個 真是很想當大家觀眾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朋友我都很希望當大家是朋友 好 接著我在這裡 尾聲想說說 因為今晚我都急劇去看一看 TAB剛剛那集 因為其實都是 全部觀眾朋友 包括我在內 都是受制在片裏 因為它的剪接太過花巧 有些人 好了 今集裡面說 迎來一個好消息 這個在行內的剪接 即是又等你去看下一集 它是不說完 事實到底是怎樣 都很玩弄一下 為什麼呢 它的重點其實很簡單 重點就是說 迎來好消息就是 劉太的簽證走到期 咦 接著又說 華人之家那裡 就說同那邊協商了 就說它不用續期了 可以走得了 在三個月簽證之內可以走得了 一天就到 即是這幾天 應該是這幾天 但是它與帶相關 一天就加一個尾在這裡 這麼過眼的 這些是一些剪接的伎倆 或者是商業 即是說話 做生意說話 那種形式的伎倆 即是說 雖然好像可以走得 但是都要經過聆訊才能走得 應該都還要等下去 就是這樣 這些人無靈兩岸 即是在這裡玩弄著 最後當然是 即是說真的 它也是一個娛樂節目 當然就是在裏面 就是引你去看下一集 那它在節目裏面 其實東章 即是說真的 你這次都是一個商業行為 因為它裏面應該都是大使館 那些事情在做事 如果它說真的 即是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即是你是一個外國人 如果你的罪行是可以減少到的 其實在外國那些檢察 都會盡量輕些 即是盡量避免外交程序 即是這樣 如果你真的 劉太你真的沒有做過 那說真的 人家不會拘捕你 即是那樣的 在這集裏面 都是這樣 都是很沒有認錯的成份 當然我們香港人看到很生氣 因為你由頭到尾 說真的 即是東章那裏雖然有剪接 但問題是你由頭到尾的行為 的確是野蠻人的行為 在這個結尾 我想跟劉先生說一說 以後如果你出鏡的話 都是放低一點 收回點火 這位觀眾 如果當事人你朋友 其實說真的 都是收回點火 有時候有些事情 即是 Louis 你這麼信任我這個頻道 如果你說真的有什麼真相 各種事 其實我這邊的觀眾朋友 都很想知道 很想快些知道 亦都可能會 以小弟 小弟的人脈 都可能會 伸出到援手 你知道 多個人 多雙快 多雙手 多分力 對不對 這些事情 在我上一段影片 有個電話號碼 如果你說有真相 或者有什麼不妥 如果他真的做了一些 很回不了頭的事情 說真的 又試一下 傳到我Whatsapp 看看我這邊又能幫忙嗎 或者我這邊的觀眾朋友 幫不幫忙 好 這段影片來到這裡 希望我們香港人 再好些 因為太悲了 因為我開了這段頻道 就是希望帶一些正能量 帶一些正義的正能量 給觀眾朋友 因為你知道 剛剛 泰國那單車禍 其實都很可悲 你知道二十五個人 燒死 即是跟我們當年的八仙嶺 這樣的情況 教師最後就是 抱著小孩一起燒死 即是盡量去保護他們 這些世界這麼悲悲的情況 我是想 希望這個世界 都多些歡樂 好 我們的頻道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看到 那麼多音樂 電影 除了我自己喜歡之外 就是很希望帶給大家 一些比較舒懷的事情 我之後還有一些風景 各樣東西 或者我的知識 一直做 因為我這個月 比較多時間 好些 下個月就會再忙 好 長話短說 多謝各位朋友 內心去聽我說話 因為比較慢些 我們下條片見 我下條片 除了介紹那些歌詞之外 都會說一些事實 會說一說新河太事件 再說一說 因為現在都沒有彎轉 希望可以開導它 好 下條片見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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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